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膠創片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 有些人喜歡它們 因為它們夠經典和帥氣 有些人喜歡封面的設計 例如放在辦公室或家裏擺設 也很漂亮 但對於真正的法招友來說 黑膠創片最吸引之處 就是它的音色象徵度極高 聽起來的音樂是更加厚 還有層次感 現代的數碼音樂是做不到的 說到找最純正、最原始的音色 James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專家 他收藏了大量初版黑膠唱片 而且還非常熱衷和大家分享 他多年來研究唱片所得出的成果 你好,James,你好 你好 其實真的很難得可以看到這麼多 這麼有收藏價值的唱片 你是何時開始收集這些唱片 以及有甚麼令你引起這個興趣 因為我家裡有兩位兄弟 有一個樂隊 有一個搖滾樂隊 每個星期都會搖滾樂隊 我家裡有很多唱片 我八、九歲已經不需要賣 已經可以欣賞到黑膠唱片 但直至十二、三歲 我就用了禮事錢 開始買黑膠、開始收藏 可否跟我們觀眾說一下 如何可以分成原版和薄黑版呢 如果要認證 證明一個唱片的身份是否是頭版 其實只有日本的唱片工業 可以完全做得到 因為所有日本的唱片 有一個catalog number 管著的 好像是新聞證編號 只是用一次 每一次reissue 都會用一個全新的檔案編號 但歐美任何 歐美很多流行的碟 到目前仍在用舊的檔案 又是造成一個混淆 也不知誰是第一段 是二大六十 比我難 可否帶我們參觀一下你的珍藏 好 但多數人都以為 黑膠唱片記錄的 就是最原始的音檔 不過其實還有不少資訊 大家都未必知道 那不如我們就由 最原始的錄音工具說起吧 唱片頁可以說是 由流星機的發明開始 這部機器可以用來錄音之餘 亦可以播音樂 而這個型號 就是1903年生產的 錄音的時候 黑音頭會根據聲音的震動 將音樂刻在蠟筒上面 播歌的時候 只要將一支唱針 再上鍊就可以了 不需要用電力來運作 螺星機後來演變成一個 好像盒這樣的設計 他所生產的年代 唱片就開始規定 用78轉圍轉速 這部機器可以用不同粗幼的唱針 最普遍是用鋼針 不過如果用木造的針 播出來的聲音會比較柔和 想控制大小聲的 就要靠盒的門來調教 由1912年開始 外迪新將名為Diamond Disc 的唱片引入市場 它是世界上最重的黑膠唱片 用了中國黏土來製造 而它亦比一般唱片厚 足足有6mm厚 在1947年 音樂界才大量生產唱片 而黑膠唱片的舞帶 就是這個時候誕生了 每一首歌最原始的版本 就是記錄在舞帶裡面 裡面捲著的是池帶 它是在德國 由Fritz-Floimer所發明的 可以用三種速度 來錄音和播音樂 由於這些舞帶不會公開發售 所以它們的外觀感覺 都比較原始和工業化 想在市面上找到最接近最原始版本的音質 黑膠唱片應該就是最合適的選擇 James說 不同地方製造的唱片 質素都可以有很大分別 而最高質素的黑膠唱片 大部分都是來自日本的 James大家都知道香港可以很大層 而且這裡比較潮濕 所以又有毛菌這個問題 為何去保養這些黑膠唱片是最好的 其實市面上都有淋淋種種的清潔用品 有些唱片幾百元一套 如果簡單,其實基本上都不需要 你只要擁有一塊很密度的唱片清潔布 唱之前擦了一些塵 唱完之後也是擦一些塵 如果遇到有些難擦得到的污漬 只要加一點蒸餾水 甚至摸鬼都擦得到 這個唱片部就可以基本上加蒸餾水 甚至靜電都可以 neutralize 這樣更加唱得靜一點 所以用水這麼簡單 沒錯,不說也不知道 無論你是剛才收集黑膠唱片 還是跟James出揚的發燒友 希望今天的提示 可以幫你找到你最想要的音樂